目前全球的通膨压力持续的降温 不过河硕董事长佟子贤就点出了 如果台湾的电价再度调涨 会使通膨升温 并且认为核能能够打击通膨压低电价 加上核能不排碳的特点 一旦降低了碳排 将有进一步降低碳税的可能 有利于产业竞争力 宣传房成衣穿梭在厂房 企业为了留住半导体人才 纷纷调高薪资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 工业及服务业全体实质总薪资平均数 达到58,098元 年增1.8% 连续8个月正成长 代表台湾薪资成长追过通膨 但河硕董事长佟子贤认为 面对通膨不可大意 比起旧金山 比起东京 比起首尔 台湾的物价不算高 同样一块钱可以购买到的商品跟服务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自满 否则的话不小心通膨就会严重 我们不要放弃在台湾本来就运用的 很成熟的核二核三的话 核二核三可以相对的压低通膨 除了可以打击通膨压低电价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核能是不排碳的 那我们如果降低我们的排碳的话 我们的碳税也会降低 其实也有利于产业界的竞争力 台湾如何在减碳与经济之间取得平衡 成为政府与产业的一大课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